《本生经》 在这个《本生经》 《本生经》就是在讲 我们佛教的伟大教主释迦牟尼佛的 《本生因缘》的经典 在九远节以前 我们的教主前生 他是一个婆罗门 这婆罗门他是住在哪呢 他不享受 婆罗门在这个社会地位 是很高的 在种姓制度是很高的 像个贵族一样 他并不享受 他住在雪山苦行 在苦行的时候 都在做什么事情 整天除了必要的饮食作息以外 就是思维 就是禅定 一心一意 要听闻 要求取大圣佛法 寄托道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用功精进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 听到诸佛的教法 在雪山人本来就少 那当然他可能也有参访过善知识 他可能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做祈祷 同学你有没有因为思维 一个佛法的道理或人生的道理 想不通 而因此祈祷的 佛陀啊 我对这个涅槃积极 缘起信空的道理 他的意思是知道 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 深深的体会 他内中的法义为何 我一直思维不出来 我查了很多典籍也不知道 佛陀请你开我的智慧 我知道我福博源浅 业障深重 我一定会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实践佛法 为此祈祷 同学你有没有这样 这很少吧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要懂得精进 上求佛道 那与佛法呢 要深解 意趣 特别在 这个研究佛法的时候 开始第一步是什么 读诵念诵的法门 我读诵佛法 念诵佛法 就像有人讲 请法 我要请四十二章经 想听问这个 所以我们要念多少步 做法供养 那我就随习 为什么 你读到非常的显手 一心一意 那会怎么样 自成感通 你都还没有听闻 这佛法的意义的时候 你跟这部教法呢 已经因生缘生了 你都可以 因为这样的 深洁佛缘 而得到若干的契入 而听闻到若干的法印 再听到法师讲解 那真的是 如可得饮 如鸡得饭 你念诵的时候 总有一些地方不懂 你比如说得读佛经 你一般就是说 能够见到 能够看到佛经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很困难的 意思就是这样 有什么好讲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人的因缘 我刚才已经讲 你可以好好的读诵佛经 朗生读诵 还有这个 去赞叹 去唱诵 或者去研究 他的这个法意 然后去实践 你一生中只有 极短极短的时间 不是针针 有汤给你这样 所以我还举个例子 你真的不行的时候 你连说 听话你就说不出来 很厉害 很厉害 说不出来 都没声 你要吃肉丸 你听不懂 又香肉丸来 你就热热热热热 肉丸 就焚到那个味 就变白了 那怎么办 因为你会听你鬼 你那种心圣 跟佛法意愿很心圣 但意愿很殊胜 可以好好的 诵经 可以读经 可以解经 可以行经 那个时间过了 得读佛经难 你一生中可以 像现在这么精进 然后比在那边 听大神佛法 眼睛看这边 庄严的坛承 往上看 哇 两红斑 往这边看 哎呀 五百尊 好庄严 这太是 依修这个世间生 东兄 你能体会吗 他有一个世间生 很多人同修发恶愿 在道残有这个不顺心 跟同修起摩擦 好 要落死 以后我就不买来乎当了 想起 好了 你不要再发恶愿了 你知道吗 你这样这个愿都会成真 以后你不买来乎当的时间 跟你在家里通过 你往这边看的 不想看的环境 往那边看不想看的人 你看不到清净庄严 万德庄严的这个佛宝 看不到这个道场 宫殿一般的殊胜 这些你都看不到 时间过去了 就算你看得到 你说我在家里 设个家庭佛堂 装潢得很庄严 有这种共修的氛围 丧尸三宝的加持 同修的发心 齐寝 欢喜 好要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场景吗 你知道这一次 可以给你充多宝多足的殿 是不是 得度佛经难 可以执欲佛法修持的因缘 那是多么难能可贵 所以话讲回来 这雪山婆罗门 佛陀的前生 他就是一直听 没有办法听闻大圣佛法 常常祈祷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地势天王 他在地势天宫 用他的天眼看见 天耳听见 这个娑婆世界 有一个雪山婆罗门 禅定精进 苦行 常常祈祷 想要直欲 听闻大圣佛法 这个人这么精进 他是想来取代我天王的位置吗 还是他想要做佛 他是精进真的假的 我来试试看 他也会紧张 我地势天王的位置 我以前都没有你那么精进 你那么精进 你将来的位置在我之上 就下来这个娑婆世界 要试他 试他的时候 就化身一个罗刹鬼王 罗刹鬼就是很恐怖的 罗刹鬼 他就露出半个声 涌现在空中 唱诵佛迹 他大圣唱诵 诸行无常 世生灭法 一直反复 诸行无常 世生灭法 有看到土地戏吗 但是刚才 教后听还看了 我高低起乎 还有回音 世生灭法 那个学生先生 他听到 就是如饥得饭 如可得饮 他一个一心 想要听闻 大圣佛法 想要听闻真理正道 雪山苦行 祈祷 都没有办法治愈 他听到这个会像 像被雷劈道一样 现在的话 叫雷 还得了 怎么有人讲 这么殊胜的道理 什么道理 诸行无常 世生灭法 同学有没有 有没有人像被雷劈道一样 如果没有 那你也不必去雪山 为什么 那第四天王在那里唱 诸行无常 世生灭法 你就没感觉 谁在那里 我在那里睡 你没有感觉 因为你觉得不重要 是不是 要觉得很重要 要请我们叫好 诸行无常是什么 这个行是人行道的行 行为的行 你们要记得以后看到这个诸行无常 这个行叫做三页造作 你的身与意的造作 身造作是什么 你这个身体有没有上班 有没有存钱 投资理财 买基金 买股票 想搞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 贷款买房子 然后买车子 然后我要用我的身体 再去娶一个太太 嫁一个先生 然后再用太太的身体 生一个小孩 纯中接代 再用我的身体去赚钱 赚学费 杂费回来 给小孩去上课 是不是 你身体要造作的多不多 非常多 你看我们同学 是卖这个早餐车的 一台早餐车推出去 小小一台 扛货你看有多少 要补那 要用那 这个都是身体的造作 是不是 语的造作 你一生要讲多少话 你为了要去赚这个钱 必须在那边编造 为了要去维护自己的面子 必须要在那边假装 妄言其语 二口两舌 用尽心机 还有你的义的造作 刚才讲用尽心机 苦心经营 苦苦追求 生于一三叶的一切造作 叫做行 租行 租班三叶的造作 无常 它不会永恒 你这样一直上班下班 赚钱 投资理财 基金股票 买房子买车子 传中这代传给下一代 你就想什么 我们都会想 祭祷 我用不到 我享受不到 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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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 你再看看 看他得到什么 你跟他缘分不深 到他那一代 就是他那一代的光景 他的那种想法 说法 做法 就跟你无关了 你一点都没有办法说 你的志向 你的意向 可以在他身上 多少为你时间 没有办法 时不我语 你的时间已经过了 换他的时间了 你以为他在花你留下来的 几百万 几千万的时候 他会说 我要买一只鸡兵 感念爸爸 留给我一只鸡兵的钱 再来吃鸡兵 你以为他会这样 他会尽快把你开掉 会不会感恋你 那不一定 所以这三页的造作 他跟你讲 不要执着 无常 他不会永远保存的 不会说让你这样 努力这三页 身口意义的经营打拼 他最后给你有一个保障 给你有一个永恒的结果 不会啊 他就叫你不要迪迫 叫诸行无常 你看看你眼前 现在身体你做的事情 你开的店 你做的事情 那就是你现在要过日子 那就是会平安 会顺势 这就对了 这就够了 就是很好了 你还想要干什么 那个不是你强求的来 一切皆有定数 而且千变万化 眼看着你就是要是一个有钱人 啪 有没有了 眼看你可能是最穷的 突然你又有钱 看来你身体非常强壮 第二天出事情就走了 那看来这个快要死 奄奄一喜 被人家急救一下 活到九十几岁 很难讲啊 对不对 就是三叶的造作 它是无常的 世生灭法是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 缘起 它叫缘生 缘起就是缘生出来了 对不对 缘生则聚 缘灭了 则散了 你这个身体啊 缘起 缘生了 就聚在一起 为什么 父亲母亲 父经母血 受经以后入胎 对不对 入胎以后呢 慢慢慢慢生下来的 这就是缘聚了 缘生了 对不对 缘灭了呢 就散掉了 不管是土葬还是活葬 反正就是 就要分散了 它就一个时间 就有聚有散 人身体都是这样 房子也是这样 你的文凭也是这样 我们共修也是这样 有缘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等一下时间到了 大家就慢慢散掉了 对不对 今天缘分到此为止 要结缘 下一次共修再来 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生灭 缘起 一切都是有这样的生灭因缘 但是性空 它的本质都是空性 所以我们在放生的时候 读十二因缘法 无明缘形 行缘世世缘明色 对不对 就叫生相 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世灭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叫灭相 这生灭之相 就是生灭法 就是 你看 所以这个罗刹鬼 它在空中 就喊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然后这个 婆罗门 他就是 就是 学生 婆罗门 他听到 跪在雪地里 太感动了 他很怕 这声音就不见了 没有人要理他 他说 是哪一位 忍者 在念诵 这么殊胜的祭诵 求求你 再把下面的 际语告诉我 反复在雪地里 这样对空中大喊 这个声音又回答 用很不屑的口吻 是我 是我念的了 下面确实还有两句 但是我很累 我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 你能让我饱餐一顿 或许我会念出下面两句 但是我只吃新鲜的人血肉 就这样回答他 如果你供养你的身体给我 我就念给你听 这个雪山童子 这个雪山婆罗们听到 就想 他多生累劫以来 追求佛法 今天终于听到上半计 你会不会 有一些小法的故事 听到这里就想 那幻世自己变的 你变的 会不会这样想 就是你没有专业精神 你如果有修学佛法的专业 你光 因为他整天在那边 光十二因缘 看这世界的生生命灭 轮回 生老病死 一直没有办法参透 你听到上面八个字 真的像被雷劈到一样 诸行无常 是生命法 那只要一针见血 把他这样一直观察的这些 总做了一个诠释 你知道吗 一下打中他的穴道 他有这种修学佛法的那种状态 才听得懂 所以我刚刚同学讲 如果你听这八个字没有感觉 你也不必去雪山 给你开玩笑 道理在这里 因为他在那边唱 在那边喊 你都没有感觉 你只会这样子 因为你根本听不懂那什么意思 所以他后面才敢开这条件 我这些第四天晚上要是你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随便讲出来 我当然要讲一些 现在话叫讲一些有料的东西 你才会被我吸引 然后雪山婆罗门就想 今天我就是听到了这么殊胜的道理 牺牲生命就在所不许 然后他就归在雪地里说 如果你愿意说出下面两个祭颂 我身体就供养给你 绝不食言 然后罗刹鬼他就唱颂了 他说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生灭灭以是什么意思 这个生灭代表生灭法 前面讲了十二因缘生相灭相 生灭法如果灭就是消灭了 生灭法已经停止 已经灭湿掉了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极灭 极尽的极 毁灭消灭的灭 灭湿的灭 又称极末 极灭和极末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 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教主的名字 释迦摩尼是什么意思 能人极灭 对不对 又叫能人极末 灭跟末 它是同样的意思 沉默永远的沉寂 这等于是消灭了 灭极灭了 就是说这些生相灭相 导致六道轮回 生死疲劳 这些我们在大圆满前行讲过 这叫什么 轮回过患 那永远你都得不到一个 真正的停止 还有安息 那这个外国宗教讲的 哎呀 某某人啊 愿你安息 对不对 安息虽然常常用在外国宗教 它是一个很好的名词 让你这样很安心的 你要解释成永远的休息 那也不错 爱惜就是有那样极灭那样的意思 极灭了嘛 对了 不再兴起了嘛 所以就是 生灭法 如果已经停止了 灭失了 极灭 为乐 这种极灭 这种极灭就叫什么 缘极 极灭 它是真正究竟圆满的快乐 这前面八个字 后面八个字 他把佛法的经要统统讲出来 这个雪山婆罗门听到 欢喜踊跃 因为我们常常在佛经典集上 对到欢喜踊跃 对不对 现在有没有办法看到 有啊 你去那个 现在你要在寺庙 道场经色 看到这个修行人 听到佛法 欢喜踊跃 道不多见 你去采圈 乐透 他一个人 独得三亿六亿的人 他就在那边 哇 那个就是欢喜踊跃 太快乐了 现在人得到五欲 会欢喜踊跃 对不对 他就很高兴 然后就爬到树上 要跳下来 就把自己摔死了 守这个承诺 供养这个罗刹鬼王 当他要跳下来的时候 跳下来之前 要发善愿 他要讲 我要雪山婆罗门 为了求佛记真理 这十六个字 我现在有答应 要供养给罗刹鬼王 愿我来世 今生舍霸之后来世 得无上果 得无上的果位 同修你要做善事 他这个算不算一个善事 这叫为法忘躯 对不对 你追求佛法 同修 现在叫你为法忘躯 就有点做不到 为了佛法把手砍下来 为了佛法把眼睛挖出来 为了佛法去死 现在做这个很多人 也不适合了 对不对 就为了佛法 捐出了金钱 我今天为了佛法 大家没有经书可以看 我捐钱 这经书的钱我捐了 大家没有这个电视 可以播放这个光碟 好了 我出这个电视和这个光碟机 做这些善事之前 就是要先启发善愿 我现在做这个事情 希望我来世 可以得到什么样 什么样殊胜的境界 祈愿就是 就像以前讲 你供养出家法师 特别是供养高僧大德 成就者 你供养他 供养完 或者供养钱 要先祈愿 那叫什么 决定报 一定报 一定会有果报 郭永泰 法师 希望我 跟佛法的缘分 越来越深 再行供养 或者供养完 再这样的祈祷 回向 那一定会有这样的果报 那他一样 我现在得到这样的真理 医约 把身体要给他吃 要跳下去之前 他先发愿 因为我来世 得无伤果胃 我今天是为了佛法 舍弃自己 不然的话 这不是 这不是叫做主杀 这夹中情当 这有罪 不是 今天是为了佛法 为了信诺 这就不叫自杀了 所以他跳下来的时候 第四天晚上 大惊 吓一跳 现出 他的本来面貌 还有跟天众 接住这个雪山婆罗门 哎呀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 让他摔死 让他摔死 我醉就中了 对不对 接住他轻轻地 把他放在地上 现出先生呢 赞叹他 他说 善哉大事 至结 圣兼真 善哉 他说 哎呀 这是圣男稀有 太好了 大事 非常尊重他 把他当菩萨一样 他说 你的至结 非常的坚真 实至向佛道 必于未来世 能做善事者 实至就是 一心一意 立志 向佛 这个道路前进 必于未来世 你一定会在未来世 能做善事者 未来世 你一定能成佛 他是地势天王 天地 对不对 天王 他不是随便去赞颂的 他讲出来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但是你未来是能做佛 这个就超过天王的境界 他没有办法给他受计 这就是赞叹 预助他 预助他做佛 就像我们修财神法 修完财神法 要赞叹财神 就要给他预助 就要赞叹他 预助他 祝他早日成佛 赞叹财神 哇 你赐给我这么多金银财宝 让我能够 弘法半道 做善事 安心向道 无碍 我感谢你 祝你早日成佛 一样的意思 不然第四天 他是没有办法 跟受计别人成佛的 只有佛能够受计众生成佛 他就说 我等得处理三藏助烦恼 就是说你如果将来做佛 我们这些人 就能够处理三藏的烦恼 就是得读佛经难 你要得到这个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 佛法真理 能够治愈佛法 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它一定不是常常有的 你不认识